大家好,百零高中的行動學習在103年,榨根104年,成長105年,即將活動。 回顧104年我們所做的事情,用科技引導學生的學習的部分, 我們很高興今年有高三的學生製法,來舉行文化式的示範計畫。 這些孩子用它在想論文、回電影等等的學習歷程,拍成影片讓學弟妹名字學。 這個部分我們覺得非常的高興。 接下來還有我們正在舉辦的是我們的電子書的比賽。 我們高中的學生也會一部科技,他們的學習練成,製作成電子書。 這個我們非常期待。 在老師的部分的話,我們從國中到高中,攝取的成員每個月多。 所辦的研習非常豐富。 今年將會有14、12場的研習,並且未來即將客製化, 讓各個學生,讓老師可以深化學習,用在學習,用在課堂上面。 我覺得百里在數位化,教學這個部分做得很好。 像是我們不管是一般的課程,或是實驗課,都有結合iPad的使用。 我覺得這樣的教學方式大大的提升了我對學習的興趣。 像是在數學課的時候,我們畫了一些跟數學相關的遊戲。 透過遊戲中的互動教室,我覺得我更能夠了解課本上想要傳達給我們的知識。 另外,學校也舉辦了許多創意傳觀活動, 不散過傳觀及數學週活動。 我們只需要掃描QR Code,就能在iPad上迅速地完成傳觀的內容。 不需要隨時拿著紙筆,能用這樣的方式傳觀, 讓我更能投入在傳觀活動中。 不用擔心,學習到會不會弄丟,也讓我學到更多的東西。 在高中方面,我覺得凡林在這一兩年做了很大的改變。 許多老師透過iPad來模仿教學,像是我們在上實驗課時會使用iPad來進行實驗紀錄。 我覺得這是一項很棒的創新,透過iPad,不僅增加實驗的效率, 也讓我們能夠快速地吸收自己學習。 我們是百聯高級中學學生模特師研究團隊Black,我是總召集人李依潔。 我們從上學期開始進行這個計畫,在過程中我們學習到了很多軟體的應用。 我們希望將這些技能傳送給學弟妹,所以展開了這次Black2的計畫。 讓我們來看看我們的成果吧! 大家好,我們是Black。今天要和大家介紹的是Word。首先我們進入Word的主畫面。 我們依照功能區的分類,將Word分成九個部分,分別是檔案、常用、插入、設計、版面配置、參考資料、郵件、教閱以及檢視部分。 在所有課程的最後呢,我們會示範Word的兩個應用,分別是被審資料的製作,以及小論文的製作。 如果你對我們的主題有興趣的話,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喔!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Microsoft DreamSpark夢想活發計畫。 那什麼是夢想活發計畫呢?其實是一項支援技術教育的Microsoft專案提供Microsoft軟體的權利,共學習與研究使用。 而夢想活發計畫的概念是本單純,主要是免費提供Microsoft專業及軟體,讓我們能夠追求自己的夢想。 開創新世代的技術突破,或者是踏出職場生涯的第一步。 夢想活發計畫裡面其實提供了非常多免費軟體,所以學長最後跳了Misual Studio。 Misual Studio是一個寫程式很好的平台,我們也在種種城市語言中選擇了Misual Basic。 因為這些是很多想學城市的新手們,一個很好的入手工具與語言。 那Misual Studio跟Misual Basic學長都會在下一期影片中,會再加以說明喔! 我覺得百零在師資的培訓上非常的用心。 像是我們常常會有iPad教學的相關演習活動,其中也有許多軟體的教學及使用。 透過這些研習,讓我對教學方式有了一些新的想法。 我也實際透過學生來試驗研習中所教授的內容。 我發現透過iPad教學,確實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,讓他們能專心的投入在學習上。 我希望學校以後能夠舉辦類似更多的研習活動,給我更多的靈感來豐富我的教學內容。 我使用iPad於課堂上的教學方式是分組讓學生進行上滿度的問答題的挑戰。 而我的觀察是,學生們對於自己的教學活動的方式,他們是非常專注於課堂上的挑戰。 另外,學生們也會反映他們很喜歡這種上課方式。 而我自己也可以自由地在教室間走動,關注到各組學生的學習。 這是我非常推薦iPad來使用上課,於上課的時候的教學方式。 所以百零在未來這一年,我們還會引進智慧校園等等專案計劃,讓我們的行動學習,或者是學生用載具,來做更深化和學習更多元的資源。 讓我們的學校真正成名所、社會的效果。 謝謝大家。 我也是學習。 謝謝大家。 感谢观看